来 上神 上神昨日说小殿下 三更便会醒来 如今已过了三更 小殿下去 仍没有醒来的征兆 反正是小脸越来越红 奴婢急得很 也没有别的法子 才来惊动上神的 等闲的小娃娃喝了果酒 确实睡到三更便能醒过来 看来我是高估了阿丽了 我还没想到 照他这势头 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 不过你看他这小脸 红扑扑的 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 你不必担心 你该不会自打 昨日抱了团子 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 放心吧 我等一下度他些仙气 保证明天起来 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 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 第二日最好喝些 煮得糊糊的粥 你先下去歇息吧 养足精神 明早多下粥来 但小殿下若是 饶了上神的安息 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 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 滚到庆云殿 他也未必醒得过来 如何饶得了我 照顾小孩子真不是见如意识 这叶华也真是颇有耐心哪 来 小殿下还未醒过来 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 这粥放凉了也不好 上神还未用早膳吧 若是不嫌弃 请请尝尝奴婢的手艺 不必了吧 这周奴婢熬了两个时辰 都是到了就可惜了 况且上神稍后 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 空着覆去也不好 你说得也是 那我便尝尝吧 果真是好手艺 这周奴婢 上神 这么大阵仗 宁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 不要 娘娘 本宫沉煎散布 受一股纯然的仙气指引 不经意就走到了这儿 怎么 这一览风华里 来了什么贵客吗 回娘娘 是白浅上士 是青丘的那位姑姑 你怎的 也不去我宫里通禀一声 回娘娘 军上吩咐 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 不用怕 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 只是你不懂 本宫是这喜吴宫 唯一的侧妃 而姑姑她又是 未来的太子妃 这于情于理 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 娘娘 军上吩咐过 任何人不得 靠近一览风华 只是今日 青丘的这位姑姑来了 作为晚辈 我不去行礼问安 这岂不是 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 况且 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 恰好去看看 可 可上神已经去上清境了 小殿下也还歇着 娘娘就别进去了 上清境 灵宝天尊的上清境 不是已经关闭许久 境重新开了吗 军上说 上神在异界大战一场 受了伤 正才去天泉疗伤 是吗 那本宫 更要替军上 好好招待这位上神了 那晚些时候本宫再来 我当初一见她 并晓得她是个不安分的 那东海上来的妙卿 昨夜果然出事了 也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事 听说昨天夜里 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卿 求了情 在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 娘娘还真是万中无医的娘娘 人长得美 性子已和顺 却不知军上 为什么从来也瞧不上呢 我分到娘娘店中这么长时间 却还没见军上来过一回呢 娘娘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 娘娘这样善良慈悲 将来 怕是要吃荆丘那位上神 许多苦头 听她们说完 听她们说完 你可听说 青秋那位上神 孝水已有十四万岁了 竟有十四万岁了 那 那不是称老太婆了吗 老不知羞的 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军上 我依稀记着 这天宫里有一道规矩 是不得妄议上神 是不是 是 这两个宫女太不像话了 惹怒上神 动怒倒是没有 只不过偶然听到别人这样说 不大顺耳罢了 虽然我是不太计较 但这天宫这么大 总是要让人知道 这规矩立在这儿 不是当摆设的 你们说是吗 上神说得是 而且这后宫呢 最忌讳热闹 我看这两个小仙鹅 也是性子太活泼了些 恐怕不适合这份差事 不如你们挑剑挑剑 帮他们另谋份差事吧 是 今日阿里也不在 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 你们在此候着吧 我去挑几本书来 是